港台亨窗集前编导蔡玉玲就车牌查冊作虚假陈述案 向中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 中审法院排期5月3日审理 蔡玉玲前年被裁定两项名之仪作出虚假陈述罪成 搬罚6000元 他向高等法院袁仲庭就定罪上诉被驳回 再向中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 上诉方提出的法律争议 包括运输署署长可不可以因为车牌查冊申请 和交通运输事宜无关而拒绝批出证明书 中审法院考虑到案件可能够成不公 和牵涉重要的法律观点 具合理争辩之处批出上诉许可